散瞳检查 散瞳检查是眼科最常规的一个检查 你比如像小孩验光 青少年验光都需要散瞳验光 那么还有一些成年人 检查一些眼病也需要散大瞳孔 本身对眼睛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些特殊人群 你比如说成年人要检查眼病 他有一些潜在的青光眼因素 但是在事先他并不知道 那么一散大瞳孔 有可能会激发他的青光眼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又得去治疗青光眼 那么还有一些小孩散完瞳以后 尤其他用的是慢速散瞳药 他走在外面 阳光照射眼睛的时候 他会觉得很刺眼 很不舒服 那么除此以外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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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